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这准戈尔韩国的大韩戈尔丹呢,让咱们给说死了 那咱们这个系列的故事就完了吗?没有 因为咱们在聊这个故事的开始啊,这个定义就不是定在戈尔丹的这个个人身上 咱们要聊啊,是聊的准戈尔韩国史 当然了,这准戈尔韩国史最后一部分灭亡啊 咱们在书馆里已经讲过了 就是啊,这乾隆皇帝的争准战争 最后一任准戈尔韩国的大韩达瓦齐 被俘虏之后啊,就被押接到了北京城 不但没杀啊,这乾隆皇帝啊 还给这个达瓦齐啊,封了亲王的爵位 并且呢,把自己的一位平辈的妹妹 就是以格成郡王印旨的闺女下嫁给了达瓦齐 这达瓦齐啊,不但是这个乾隆皇帝的妹夫 还有亲王的爵位 所以说这么看来呢,这乾隆皇帝对这个末代大韩达瓦齐还是不错 这段内容啊,咱们前份已经讲过去了 那咱们这部书要讲到哪呢 咱们怎么着啊,也得把这个策望阿拉布坦和这个格尔丹策领讲完了 这样呢,咱们就和这个乾隆皇帝十全武功里边的争准战争接上了 您和我呀,就都没有遗憾了 那咱们讲这个策望阿拉布坦之前呢 咱们先停两期 为什么停两期呢 因为在讲这个格尔丹的时候啊 咱们无数次的就提到过这个活佛转世 这怨我呀,当时一聊汗了,这嘴就没有把门的 就跟大伙拉口子了 说呀,咱们有机会呢,讲讲这个活佛转世这事 好家伙子呢,有的听众老爷呀 那还真随和,给我留言说呀 那咱就讲讲活佛转世吧 哎,我这一查资料我就后悔了 凭我肚子里这点能顺啊 那未准其能给您说清楚 得累呢,既然都应承您了 那我就尽量把这件事啊 简单一点的给您捋明白了 到不到的老听户啊 您多包涵 咱们接着聊这个活佛转世 咱们国家现在有这个藏传佛教的寺院 大概其也有3800多所 僧尼加在一起啊 出家的信众啊 应该有15万多人 那么说有多少位转世活佛呢 一共呀,有1311位转世活佛 这数字啊,很明确 因为这是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公布的 这1311位活佛呀 涵盖了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 以及内蒙古和新疆、辽宁等地 据说呀,现在盘踞在北京附近 各大酒店当中的人伯切呀 那就有一万多名 所以说呢 有人在给您介绍活佛的时候 您得擦脸眼睛 因为这些个活佛呀 它不是无证可查 您登陆国际的网站呢 就能查到这些活佛的身份 您可别让那些假活佛把您骗了 那咱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活佛转世呢 实际上简单的说呀 这活佛转世就是某些教派的首领 以这个通过转世这种方法呀 来继续领导这个教派 来继续传播佛法 他将上一世的精神和智慧呀 完全继承了 这种继承啊 它并不是通过长年的学习 而是通过转世这种方式继承的 那说白了就是一瞬间呢 在藏狱里呀 这活佛呀 被称作诸骨或者是仁波切 其实啊 咱们对这个喇嘛教的这个活佛准世 陌生吗 并不陌生 有人就给我提出来说呀 特别讨厌我称呼这个密宗为喇嘛教 实际上您往后听 咱们讲到乾隆皇帝的喇嘛说的时候啊 您就能明白呀 我为什么称呼这个藏传佛教 密宗为喇嘛教 再有呢 从小啊 这家里老人就那么称呼他为喇嘛教 我是怎么听来的 怎么跟您行 咱们在这提一嘴呀 容易暴露年龄的话 这1995年11月29日 我是亲眼得见这中央电视台 十一世班禅的金平撤迁仪式 随后呢 这中央电视台啊 还对这个十一世班禅 欧尔德尼确疾捷部 坐床啊 以及中央领导接见呢 都做过相关的报道 虽然呢 这种形式呢 我们都了解了 但是细节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搞清楚啊 那活佛是什么 就像字面意思一样 那个活佛就是活着的佛嘛 那问题就来了 这佛为什么能走下神坛 成了一个摸得着看得见的肉身了呢 那咱们就得从头讲漏 那咱们就得讲到啊 这大乘佛教的佛有三身 那这佛有哪三身呢 这佛呀 有法身 报身和硬身 您听着糊涂吧 没关系 咱们一个一个的捋 这佛陀创造佛教的时候啊 是苦修 所以呢 他就提出了很多戒律 那佛陀是谁 您知道吧 这佛陀呀 就是释迦牟尼 就是佛教的创始人 那都有什么戒律呢 首先说呀 就是不能对偶像崇拜 对了 最初的这个佛教啊 是不能对着一尊佛像来膜拜的 其次呢 也不能念咒 当然了 禁忌和戒律呀 还有很多种 咱们不一一列举 因为和咱们这个活佛转世啊 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关系 这就是最初的小城 这并不利于佛教的发展 那后来呢 就有更多的人呢 修习佛法成为了信众 这里边啊 有一部分人是职业的 哎 叫什么呀 叫佛塔众 他们指着这门宗教活着 不能说他们不虔诚 他们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但是西游记里有句话说的好 这佛呢 他得住殿 僧啊 得吃饭 那解决这些生存的基本办法呀 那就是得推广自己的宗教 让更多的这个信众啊 来信仰佛教 那这样一来呢 不管是佛还是僧 就都有人供养了 那这会儿啊 老百姓他不认佛教 他们都信仰什么呀 他们基本上都信仰原始宗教 或者是膜拜呀 一个图腾 或者是膜拜一个偶像 他们认为这些图腾和偶像啊 能给自己消灾增福 那么要传播佛教的 这些佛塔众就琢磨了 咱们也得改变改变了 咱们得让咱们这个宗教啊 更贴合大众的心理 这大众就是想啊 我信佛的神啊 得供在坎里 每天啊 我要对他进行膜拜 得供奉 这样我心里才踏实 那小成佛教的意思 不是说了吗 那没有偶像崇拜 那佛是什么呀 佛是精神 佛是法 没有什么呀 这个真实存在的形象 让你来膜拜 那大成佛教这些信徒呢 那就要说服他们 他怎么说服他们呢 用小成佛教的经典呢 来说服他们 这小成佛教 有一本经典呢 叫做阿比达摩 这上面说呀 这佛陀虽然已经死了 来 您记住了 咱们这是最后一次说死 因为那个佛死啊 他有专门的名词 叫佛灭 涅槃的只是肉身 但是佛的法和精神 是永存的 这个法和精神 就是法身 就是真身 看不见也摸不着 是永恒不变的意识 那这小成佛教说呀 那对呀 这个佛呀 他就是永恒不变的意识 所以说他看不见也摸不着 那这个大成啊 他紧跟着就说话了 那你跟我说说 这涅槃以后的这个佛 这肉身是什么 这么一来 那这小成这些信众瞪眼了 对呀 肉身是什么 那这大成就说话了 这肉身呢 是佛的硬身 化身 是真实存在摸得着的 咱们在这儿啊 为了给您解释清楚啊 实际上啊 咱们有点说反了 那有硬身之前呢 现在有一个报身 那俗话说的好 报应报应的嘛 这报身呢 就是接受膜拜的神像 就是站在神龛之上 须弥座上面 站在那个 接受膜拜的受用身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信众的精神寄托 那么有了这个佛法 报应三身的理论 这会儿的大成啊 就开始大规模的推广佛教 在传播的时候 又吸纳了很多的神 那这些神呢 有的呀 就是这个佛陀 当年身边的人 也有的呢 是传说 有的呢 是其他信仰 神通广大的神 那么这宗教传播起来啊 还是需要一些手段 有厉害的 那谁横呢 谁横啊 咱们在这不方便说 咱们举两个呀 简单的例子 您比如说呀 十字军东征 您再比如说呢 圣战这个名词 那都是豪横的 传播宗教的方式 什么呀 武力和战争啊 这佛呢 比起他们来啊 柔和的多 莱花生大师 走在这个世界乌己 青藏高原的草原上 看到一户牧民 他可就进了人家的毡房了 进了毡房之后 看到人家挂了一尊偶像 人家也顶礼膜拜 那尊偶像啊 就是这户牧民家的神 什么模样呢 呲牙咧嘴 怒目原睁 是个愤怒像 这牧民呢 就和这个莲花生大师介绍 说这是我们信的神 求神们都灵 这大师说 对呀 你信的这个神呢 就是我信的那个神 佛陀的一个化身 咱俩拜的呀 实际上是一尊神 只不过呢 我们看到的形象不同 哎 他是不同的化身而已 那牧民一看着 莲花生大师 大德高僧啊 从气质上就被感动了 于是呢 就时常的去庙里啊 去参拜 因为大师说了 我拜的神和您拜的神呢 咱们是一尊神 只不过呀 他化身不同啊 呈现出来的形象 自然也就不同 这么一来二去的 就出现了两个结果 一呢 是这个愤怒像 这个牧民供的这个神像啊 也被供养到了寺院当中 这个牧民呢 带着全家自然呢 也到庙里去膜拜 其他的神像 哎 打着以后 这家的牧民 他信了佛了 你看这就是软性的传播 佛教到了藏区以后啊 实际上人藏区 有自己的宗教 本教 这喇嘛教啊 基本上就按照 我刚才说的这种方式 把人家的神呢 都吸纳到自己的寺庙当中 成了自己诸佛 诸菩萨的化身 被供养在这佛堪之上 这种做法 不但神丰富了 而且最大的受益 就是一来二去 这些其他宗教的信众 都皈依到自己喇嘛教的门下 那么信众有了 下一步就是如何的信服 那我怎么才能信服你呢 那咱们都是信众 你念经 我也念经 那我认为功德都是一样的 哎 说有这么一天 家门口来了一位高僧 这位高僧一报名说呀 我梁华生 那这位佛教徒就说了 说大师 我有不明白的事啊 想请教请教您 你看我呀天天也膜拜 我天天呢也念经 我就是不知道啊 我这个效果如何 我自己自身呢 没有什么感觉 这大师啊 这笑笑就说呀 那这么着吧 抬起手来啊 就给这位信众啊 摸顶赐福 然后给他念了一段经文 就是这位信众平时所有念的 这位信众听完之后 豁然开朗 心中感觉是无限受用 这一下子感觉到差距了 于是他就问这个梁华生大师 说大师啊 为什么您也念经 我也念经 咱们这效果怎么不一样呢 这大师说呀 哎 因为我啊 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我化作这个身体啊 就是来给你解疑惑他 这一下子信众才明白 原来人家为什么有大成就啊 人家是佛的化身 那么说这是真的吗 有两种说法 人家教门里边说呀 那这就是这么回的事 就是佛的化身 那咱们要是世俗一点的讲呢 大不敬啊 这就是有利于 这佛教的推广与传播 反正啊 我有知识 我有力量 先黄你一把再说呗 所以说您看呢 这个法报应三身呢 就是活佛转世的基础理论 那么说除了基础理论 之外还得有一个操作细则 具体呢 就是我为什么要转世 和我怎么才能转世 咱们之所以要把这个基础理论呢 和操作方法呀 都要掰扯掰扯啊 那就是为了要解一个疑惑 那是什么疑惑呢 比如说我现在问您 这活佛转世 您信不信呢 那您惹定说我信 为什么信呢 因为这十一世班禅都转世了 大家从这个报纸报道上都看见了 有的呀还甚至啊 见到了这个十一世班禅本人 但是您信的是什么呀 您信的是这个结果 那这个过程您了解吗 您并不了解 那有人说不用了解 我信就行了 对了那是您 但是在佛教当中的一些修为者 一些大德高僧 还有很多的信众啊 人家是懂的 你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你并不能说服这些人 那咱们今天呢 就介绍了一下 那这个活佛转世的基础理论 就是有没有活佛呀 这活佛呀 自然就是佛的应身化身 那明天咱们就要聊聊了 他为什么要活佛转世 这活佛转世啊 是能不能通过修炼达成的 而且这明天的故事啊 还有实力 说有这么一位大师啊 真正的活佛转世了 得嘞 就是天不早 您早些着 咱们有话啊 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